上庸之事他做得不错 许贤帝后继有人了 只可惜啊 他没能娶了芳儿 也罢 若真是娶了芳儿免不了 会吃不少苦头 相爷 这倒未必 他现在的夫人比三小姐还要 与众不同一些 你说的可是那屠户之女 这 这有何不同啊 相爷日后若是遇到 一见便知 你这一说 我还真有些许的期待了 许清家 尚庸夫人不过两月 就得此大功 这暗中少不了相爷的多番助力啊 我只是让老崔 在尚庸附近多驻扎些时日 可这许清家竟然借此机会 结识崔家父子 获宁王青睐 拿下朱庸仙一杆人等 就连高正这孤冷之人 对他都心悦成福 那必然是有些真本事的 看来这位许大人离高生不远了 只是怕他晋升过快 被朝中各方势力盯上 被朝中各方势力盯上 对他也就会晋回来 对他人来晋回来 对他都不想要 帮助那时 但是他也不想要